那可是現在陳其中做這些動作 最快也都是一個月之後才會有效啊 那為什麼還是要出來演 他做的動作完全不能改善 因為我不知道記者會公布了沒 他做兩個動作 一個是補貼中機嘛 一個是機價動漲 所以他補貼農民彈價 要補貼大概2億左右啊 就變成說你不吃蛋的也要付錢啊 因為他大概用2億的稅金去補貼啊 而且這一個月而已喔 那補完呢 好我們就算他補完 補完之後他的國籍是認為 蛋機就到場開始生蛋了 我覺得應該沒有那麼理想 應該沒有那麼理想啦 因為你如果天氣繼續這麼冷的話 那基本上 基本上情況還是不妙啊 因為我這邊有一個網友留言 看起來他也是農業相關體系的 鄭倉偉說 生蛋的中機呢是10到18週0 那18週0開始生蛋 24週0會進入產蛋高峰 那如果照這樣講的話 那4個月 就是假設我們今天 要想辦法從 柚基開始增加蛋機的量 至少要4個月啊 而且還沒到產蛋高峰啊 至少要4個月啊 那一定來不及啊 對啊 那沒有沒有 剛開始產就是最高峰了 因為剛開始產蛋的時候就是最高 他的效率會不斷的下降 嗯 就剛開始生蛋就是高峰了 那這就有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陳其中不能把話講清楚呢 也就是他要跟台北人講說 這個雞蛋缺的狀況可能還要持續 一到兩個月 啊每次都在那邊宣傳 對啊 我覺得說其實他在12月的時候 就把這個情況講清楚 講清楚說如果天氣沒有好轉啊 疫情沒有壓住 這個情況會惡化 對啊 然後因為這個情況惡化 所以農委會可能要 要進雞蛋 那當然你要進雞蛋 本土的業者會抗議吧 有沒有 對不對 你要進雞蛋本土的業者 但是我覺得說現在這個年代 就是你就把事實講明就好啦 可是你事情不講明 當然就是說這個年代 你很難去壓制住言論啊 因為你把事情講清楚 你每次就是急你一下 然後講一堆 我這樣講 你從國外運彈進來 請問你是不是又破壞了自由市場機制 那請問彈農在你國外進彈之後 他到底要不要進中機 去變成彈機 那他要不進中機呢 那就不會有機在四週之後 不是就是大概四到六週之後生彈 那然後你的市場彈又缺 然後你要從國外進彈 那正常來講農委會 不是應該要提升糧食自給率嗎 讓至少我們的彈都可以自產自銷 我們 我們又不是在野打 我們彈本來就應該是過量供應 我們應該說我們彈的自給率是接近100 那我覺得講糧食自給率是一個很空洞的東西 因為這只是說你自己是不是糧食大國而已 可是進口不一定代表它那麼壞 為什麼因為進口跟出口都是一種調節的方式 那你現在因為生產系統的不穩定 會產生這種不穩定 那你就必須進口來調配嗎 所以進口不一定是壞事啊 而且說你本產的機價高了 那些加工廠如果用不起了 他自然會去進口進口的雞蛋來用啊 你也不需要去管太多啊 那只是說在政府方面 政府能做的就是說 我在關口不要那麼惡意的刁難 或者是我在關口給你一些比較 就給你一些就是說 因為現在這個情況 我在關口上我就不雕了 然後就是比較正常程序 或者是在檢疫的程序 讓你快速的進來快速的供應那樣啊 那至少加工廠不要蛋了之後 至少不會跟傳統路線去搶蛋嘛 中南部對蛋的需求當然沒那麼高啊 因為他人口相對少嘛 那你台灣有1100多萬人都在桃園以北 那你當然對桃園以北的蛋的需求比較大嘛 對啊 而且你台灣的主要蛋的生產 一定是從彰化以南開始 對啊 所以就是等於彰化以南一路到屏東為止 都是蛋的主產地 但是最主要其實還是在彰化為主啊 那你等於說你大部分的配銷 都是從南部再配銷到其他地點吧 所以 我這樣講啊 我今天聽到陳吉仲 大開殺戒 很有魄力 我在此宣布啟動南彈北宋 那如果照你這樣講 他北宋個屁啊 本來不就是南彈北宋啊 本來就是南彈北宋啊 那我也叫北彈南宋啊 我從彰化送到高雄叫北彈南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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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